在今年的华人工商大展参展商 陈本珍医学博士表示 干细胞以及再生疗法 已经成为了治疗疼痛 肌肉骨骼疾病的最新医疗选择 这也是目前最先进 非手术疗法之微创手术 陈本珍医师是第二代的华裔 他在UCLA以优异成绩 完成医学院的博士学会 拥有10年的临床经验 他能够用中文讲解 以及与病患沟通无障碍 所以华人患者特别多 陈本珍博士今年也专门 在华人工商大展上开设餐位 与民众们见面以及互动 为长期受到疼痛困扰的患者们 攀忧解难 把我们的治疗 我们的资料 来给这个中国社区 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华人 他们有身体健康的问题 比如说膝盖痛 关节痛 可是还是照着只有限制的选择 只有传统的方法 给治疗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新的选择 已经很多医生跟医生在用的 我们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想介绍给这个华人的 community 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叫 regenerative medicine regenerative medicine就是 可以用干细胞 还有plasma PRP 来帮助病人有关节 还是背痛的方法 有背痛的问题 我们帮他们 improve跟治疗 我想 I wish the whole Chinese community 恭喜发财 Happy New Year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